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%左右 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 城镇调查失业率5.5%左右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%左右 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 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 粮食产量1.3万亿斤以上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.5%左右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提出散述预期目标 综合考虑了国内外形势和各方面的因素 实现经营预期目标并非意思 需要政策聚焦发力 工作加倍努力 各方面齐心协力 CJG JG J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